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 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中央社好帕特派 谈新事的观众 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 因为在4月3号一场 威力超过7的花莲地震 让台湾当时的震灾工作 引起国际高度的关注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国际消息 但是因为对于我们习惯摇晃的台湾人来说 这场考验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国际经验给我们高度的肯定 大家似乎也习惯了这样的摇摇晃晃 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天灾和人祸了 所以今天我想选一个比较有正能量 而且热情的题目 调整大家听众还有观众朋友的思绪 我们来谈一下今年夏天的巴黎奥运 连线的是巴黎的记者曾庭轩 庭轩你好 大家好 看到庭轩大家会比较阳光一点 毕竟来自于花都的准备要办奥运的地方了 这是第三十三届的夏季奥运 是巴黎第三次办夏季奥运 总共有17天的赛程 7月26号开始 所以大家算一下应该也就是可能三个月之后 大家可能就要陷入所谓的奥运热了 好吧 金轩现在巴黎准备的情况怎么样 刚刚主任讲到正能量满满的巴黎奥运 我想巴黎的听到这个应该 马上吐槽我 对 对就是目前当然是官方准备的是真的如火如荼 已经进入最后倒数阶段了 但现在蛮有趣的就是呈现一个 就是上面很努力在埋头苦干 下面就是有点人眼旁观 然后有点看热闹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的朋友 我的法国朋友都说 他们其实有点不看好 他们政府真的可以做得到 但当然就是 因为你知道法国人的个性就是 本来就很爱吐槽 本来就很 难搞 对 就是每个人都很爱抱怨 所以他们特别对于马克宏政府是打问号的 不是说他们不喜欢奥运 或者是不喜欢运动 或者是不喜欢游客什么的 但是他们就是对于政府 尤其是因为现在地铁也常常物点 也常常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法国社会 问题很多 所以他们对于三个月后 他们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正面 对啊 马上被吐槽之后 希望大家还是要 还是要正能量来看 这个体育赛事 运动毕竟是一件好事 因为所有的好手齐聚一堂 争取最高荣誉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大家这么多人 努力了这么久 就是在等这一刻 好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次巴黎奥运最大的特点 当然是史无前例的水上开幕典礼 这场开幕典礼 看过预设的画面还有灯光 还有可能转播的状况 我觉得非常美丽 到底是会有堵墨的吸睛 这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野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赛纳河是法国 等于是法国的一个精神所在 整个法兰西最早的文明的起源 也就是围绕着赛纳河 然后这一次 他们截取了赛纳河最精华的一段 6公里的长度 然后要让应该是会有200多艘船 就是载着各国的选手 然后游船 然后进入他们的进场 进入他们的仪式 然后这是典礼会在晚上7点半开始 了解 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结束 那刚刚主任讲到灯光 你想说户外怎么打灯 其实没有打灯 他们就是标榜又一併用太阳的灯光 那他想说不是会很晚了吗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7月26号7月底的那个时候 法国的太阳大概都是 9点半10点才会下降 所以他会有一个很自然的 从很亮然后慢慢黄昏 然后到夜晚 可能夜晚就会有圣火 或者是有烟火之类的 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很游船 然后声势浩大 然后再慢慢进场 然后沿途经过整个法国 就是巴黎最美的地标 什么工商 按发力的 然后然后还有巴黎铁塔什么的 就是就可以这样看 很漂亮 马上考你 因为你在那边有一段时间了 你说的那个六公里之处 因为这个报道已经说了 巴黎主要的景点 都会在那个六公里地方 请问有哪些著名的景点 哎呦天啊 就跟我讲的荣兵院 然后会有大皇宫 然后当然罗浮宫都会有 然后我不晓得会不会经过 那个圣母院 但是可能会到他的前面停下来 然后圣母院不是那个秋山秋上面 这就已经很厉害了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点子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沿路上有六公里 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意思是说 可以让更多的观众到场 那每一个section呢 都有他的特殊之处 音乐啦 灯光啦 然后你想想看200 200多少船这样子经过 那有很多看点 但是因为目前有两场战争在打 当中充满了仇恨 又牵扯到宗教 那过去巴黎发生过太多 以宗教对立的意外事件 恐攻等等 所以是不是缩水了呢 对就是也被大家过病的 就是本来是可能要有很多人 现在已经砍到好像32万观众 然后但第一个跟危案一定有关系啦 就是太多的话人数不好控制 那第二个我们在猜 也是因为之前有 有讲到那个巴黎旧书滩 就是它那个盒子 我们本来是要全部拆掉 然后让更多人进来看 因为其实你来看的话 巴黎开幕式它会分下层跟上层 就是它会有两个码头 就是高度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你在上层看的话 如果有那些箱子 其实你是看不到 你的视线会被挡住 然后可是那那个时候 大家就抗议嘛 你怎么可以拆那个是巴黎的灵魂 那个救苏滩 那个绿色的盒子 而且有的救苏滩可能 那个盒子可能已经 五六十年六七十年 你要是拆了的话 它很可能就坏了 然后重点是你知道法国的行政效率 就是你可能拆 然后再放回来 可能中间可能就要两个月的时间 因为你还要在安装嘛 那两个月时间游客这么多 你让那些苏滩不做生意 他们就整个 可能他们一年就回啦 就是他们收入最多的时间 就是这个时候 所以他们强烈抗议 那时候我也帮他们写了报道 我现在跟那个苏滩的理事 协会的理事仔 变成好朋友 他也是很感谢台湾 有在关注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后来大家决定 因为巴黎人整个动员 所以决定不拆那个苏滩了 所以我们都在猜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上层的观众也会减少 因为很多地方就没有办法放这个观众席 了解 你把流动的盛宴给拆了 拆了就不一定会回得去 没错 没错 可能就回不去 然后有的年纪比较大的苏滩饭 他也就是那就算了 我就退休吧 那就很危险 对啊 如果去过巴黎玩的 一定走过那一段 非常非常迷人 非常有吸引力的旧书团你可以买到很 也许是复制的 很老的那些海报啊 那个1960年代的 的Jan Birkin的美丽的照片啊 你看我又把我的偶像再讲一遍 虽然他已经过世了 是啊 对就就每一个城市有他特别的 的人文的看点啊 那有些东西他是无价的 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嘛 是他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 他的历史非常悠久 嗯 话说啊 因为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啊 就刚刚就像你讲的啊 向来是很多意见的 如果不爽的话 就马上把你的那个什么凯旋门啊 什么香榭礼舍啊 给你封起来了 现在是要办这么大型的活动 一万多个顶尖的选手要到那儿去 一定会造成一些不方便嘛 但是 确实是啦 因为 这个这次的奥运 原本有五个地方来竞争啊 到最后大家都 嗯 这个兴趣缺缺 发现呢 盘算一下呢 觉得这个 辽急啊 所以后都 都打退堂股了 最后就 不用投票就是他啦 所以是巴黎嘛 那当然巴黎人这种在这种有有有有有点不太情愿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大家还是很难搞的说 这个又花钱又扰民吗 其实大家心里还是很矛盾啦 因为毕竟这也是 你看刚好巴黎又时隔一个世纪 上一次是1924 这次是2024 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 期待觉得骄傲 但是又觉得好 我就是看你政府做不做得到这件事情 哇 然后所以他们 嗯 的确他们是觉得 心里是觉得 这是一件好事 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也是衷心的希望 政府会因为这件事情 较丁心的 就是真正点 然后也推动一些社会的变化 或者是改革 就是还是有蛮多 尤其是民间协会 比如说像是 嗯 生脏者协会 嗯 他们就会觉得 这是一个好时机 政府已经 嗯 承诺他们可能五六十年的事情 现在能不能借此这个机会做到 所以还是有蛮多人是 保持这个比较正面 比较期待 可以去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心情 了解 我们再继续谈一下 难搞的巴黎人 因为 因为夏天的时候 他们都去度假了 对不对 通常就是半奥运那段时间 他们都不在那边 所以 是大家都已经约好 今年就赶快赶快出城 避免人潮 是这样的吗 我觉得应该百分之七 七八十的人是 本来他们就会有 大概可能会有四五成的人 会出城去度假 本来就是这样 然后 因为奥运的话 我觉得会出城的人 可能超过八成 因为昨天 巴黎市警察局才宣布 就是要确定会封路的地段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 因为你要帮大型赛事 国际赛事 你还是有一些区域是要控管的 对 那控管的范围巴黎就可能一半以上都是要控管 然后巴黎地铁是一半以上全部都是要控制的 所以大家巴黎人就说真的有够麻烦 你要进入那些区域 包括行人 包括骑脚踏车的 你要怎么做 你要上网申请一个QR Code 你要有个QR码之后 你要少 就是你要每次要进去那个管制区 你就要少一次码 然后即使你是居民 然后所以我有个朋友 他的公司已经就是他的公司是有点类似物流的 那物流人员已经跟他说 这一个多月你不用叫物流了 你不用叫那些外送收获的 不会有人来 因为根本经不去 所以他的公司大概是这一两个月 几乎就会暂停 就是你没有办法工作 所以其实巴黎人就是说 就真的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会很麻烦 就是我们说那真的是一个大灾难 因为大家外地人很多来 然后他们也没办法出去 就是出去也都没办法自由的移动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倾向就是出国 或者是去度假 那边的人好像对于代客知道这件事情 这四个字好像根本就不存在 可是其实你也可以想象 因为真的是很困难 因为人真的很多 他们就会 他们比较不是那种比较臭热闹的 比较不是 他们就是觉得我想要舒服的生活 刚好很多人来 他们有的也会把房子租出去 刚好Airbnb就是会赚一点钱这样 所以现在要订Airbnb非常困难 已经升得蛮高了 好像听说有十倍以上的今天的 协议 好的 节目的第二段 我们之前谈的是比较轻松的 第二段来谈比较硬的国际政治 毕竟像奥运这种比赛牵扯到 民族还有国家主义这样的大事情 所以铁定跟国际政治会脱不了关系 我们知道俄罗斯打乌克兰 已经超过两年了 现在以色列跟哈马斯还在作战当中 那俄罗斯还有他的小老弟 白俄罗斯法国当局已经说 OK你们就别来了 但是选手如果你要参加还是OK 毕竟这两个国家的选手 还有在好几个项目的表现 几乎是很少前军 那法国方面是 这个奥委会怎么安排这样的 出赛的状况呢 对于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法国已经决定 他们的选手是可以个人名义参赛的 但是不可能有代表队 然后他们也是讲了 在巴黎任何地方都不会看到俄罗斯 或是白俄罗斯的代表旗帜 为了这些 俄罗斯好像12位 然后白俄罗斯好像6位7位的选手 为了他们 他们特别设计了 不带任何国家象征的旗帜 选手旗帜 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 就是专属的歌 那歌是没有歌词的 就是音乐 就是如果他们的选手 有获奖或是要进场的时候 会播这个中性的音乐 了解 那就是为了他们这两个 然后其实为了邀请俄罗斯选手 这件事情 巴黎跟莫斯科 其实多次的空中交火 就是巴黎说我不让你们代表队来 也不让你们以国家名义参赛 然后莫斯科就是说 他就是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就是排挤 然后他们甚至还要 自己要办一个9月的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就是他们想要自己办一个 类似的 就有点像是要跟奥运打对台 就是友谊竞赛 然后邀请他们自己的那些好朋友参加 什么中国啊伊朗啊什么鬼的 就邀请他们参加 然后法国就说 那就完全是在政治操弄 想要让那些选手帮你就是 做你的那个 就反而要帮你拉台声势 所以他们其实一直要在交火 然后前几天马克宏还指控 就是普京说 你们散播那些不实的新闻啊 说巴黎奥运准备得很烂啊 一定会办得很烂什么的 然后俄罗斯就说 你指控完全没有根据 反正最近一直在吵 一直在吵这件事情 我是驻巴黎特派曾庭轩 你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因为其实早前的国际间确实有一种猜测 因为毕竟主人马克宏嘛 他前一阵子非常积极的谈谈恶乌以哈 他都有意见嘛 那大家总是希望 都是希望有 认为他希望有一个小句号这样子 好像可以站在他个人的立场 或者法国的立场 OK我可以借由这么一场带有这个荣光的大型运动赛事 把大火都给拉进来 你暂时放下刀枪弹药来比赛一下 但运动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他在他背后就是强烈的民族主义 还有国家思维啊 所以马克宏到底打什么样的盘算呢 必须说他在法国在恶务战争 跟法国在以哈冲突之间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 话语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在以哈冲突的话 法国其实有点像是恶流吧 他只能算是 就他不能 就美国可能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那但是在恶务战争的话 法国的确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法国他经过了一年多两年的努力 吴战争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应该已经到现在已经了解 就是他不可能会在奥运之前 会有一个小句号 这是很难的 所以他可能就只能说 让大家在为了这个奥运 把目光先转换在比较软性的东西上面 看能不能大家稍微平静一下 稍微冷静一下 所以呢他也在昨天还是前天 他跟那个关于以哈冲突 他也是跟埃及 然后还有约旦 的领袖他们也他们三个人投书媒体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停火 然后赶快去找到那个两国的方案这样子 所以他们也是他是他是这样子希望啦 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借由奥运 大家可以稍微冷静一点 对了大家也希望啦 因为是啦但是这个这个人家的话语全是在人家的 对很难的 让人家的嘴里说出来不是 对所以他如果他一直这样希望的话 大家也会觉得他的野心也太大 因为你要说对战争是战争不是那么简单的吗 就像刚刚昨天讲的就是所以你就是说你要靠奥运去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很难 不一定这个不一不见得能够缓和啊 我们看过去的历史 包括柏林奥运都发生了那样的惨案啊 那现在还有一个这个这个穆斯林世界跟以色列之间的 这么强烈的对立之下要办这个这个奥运啊 应该不容易 应该比如说我讲觉得比如说以色列选手派代表团 他的住的地方应该就是百分百要高度维安的状况 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这次维安应该算是重中之重吧 又刚好几周前莫斯科又发生恐怖攻击 然后就有点是勾起法国2015年的那个恐攻的伤痛的回忆 因为犯案的对象犯案的人是同一个组织 都是伊斯兰国 然后所以法国的确是高度警戒 那当然现在他们是说为了可能为了大家安心吧 他们是说可能会目前是没有那种明显的犯案的那个迹象 那但是他们这次的主要的那个最大的开幕式 他们会有 我看那数字应该会有五六万 五六万的那个维安部队 然后也会像隔壁邻国调一些他们的就是精英的那些 对他好像应该会有三千的精英单位会来支援 对 整个你看三十二万人就会有五万的部队来镇守 所以就是他们其实还是很还是很担心啊 就是表面上说不担心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是绝对有可能会发生的 对啊 但是大家要小心这样 这么长的游河开幕 光举几手可能就不够的 而且这次是也是史上第一次 因为开幕式 然后巴黎周边上空的民航 就领空是完全关闭的 听说这个也是第一次 从晚上好像是七点一直到半夜 是不准有任何飞机通过的 就是民航飞机一样全部都要改路线 就是怕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对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一有什么状况 这个就是不得了的大事 好 节目的第三段 我们来谈另外一个议题啊 我记得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社里面曾经去采访 那个时候的东京奥运之前的准备啊 就蛮大规模还有完整的报道 当时东京还是非常非常专注 环保这件事情就是要减碳 然后办一个比较少钢骨 比较少花钱砸钱做的这样的一个赛事 但是整个算一算呢 看起来东京奥运真的还是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拆掉了旧场馆盖新的开幕场馆 新国立经济馆 然后在比较靠近海湾的地方呢 起了很多很多新的场馆 但是事实上办这样的活动确实能够拉抬国内士气 还有振兴经济的可能啊 不过这次巴黎连场馆都盖的不多 然后也没有所谓的主场馆 到底它的卖点在哪里呢 巴黎这次我觉得还做的还不错 是他们是95%的场馆都是现有的 或者是临时的 那临时的其实就只有一个是攀岩 然后只有真正为了奥运盖的场馆 其实只有除了选手村之外 其实只有两个 就只有两个场馆是新盖的 所以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方面是做的还不错 然后其他的呢 就是旧有的翻修 或者是说稍微加强一些部分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是 比如说在大皇宫 他本来是拿来做展览的 他本来是拿来做其他的 但是他把它里面就是可能铺比较适合的 然后比如说做跆拳道的竞技场馆 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他们的经典的建物 然后里面稍微改一下 然后拿来做适合的运动 我觉得这一次是在巴黎奥运上面 做的还不错的地方 就他们有把他们的骨迹跟竞技结合 然后又尽量的减少开支 所以我觉得这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地方 你来看一看就说从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因为因为他们没有多盖新的地方 但是在选手村却盖在一个比较低收入的区域 应该是圣丹尼斯那个地方吧 比较比较比较在北边吗 对对对 其实我大概在三年前就开始关注了 那个时候我就有关注这个地方 他因为有奥运 所以他的社会 他的城市的轮廓在改变 比如说有大的车站要进入 因为有大巴黎郊区县 然后因为要有奥运选手村 媒体村全部都在那里 然后还有游泳池 我刚刚说有两个新的场馆 其中一个是游泳池 会做花式的水圈 还是花式水上芭蕾 会在那里 所以那个地方我三年前去 我走在路上 旁边就有人在做毒品交易 就在我的旁边 所以我猜一般台湾人是绝对不敢去那里 那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为了奥运采访 我大概大概两三三四个月前又再去一次 非常多的工地 然后大家这整个就是 好像都是整个城市动起来了 那个时候我也跟很多路人去聊天 我就说你们觉得怎么样 现在 然后他们就说因为奥运 我终于感觉到 我们不是被政府遗忘的一群 因为有很多的东西 就很多的资源进入了 然后那些东西 它是之后会留下来的 那些选手村之后也会做社会住宅 所以对 然后路也变大条了 然后地铁也进驻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三三等尼 就是这个圣诞尼地区 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 对 然后整个城市都因此而不太一样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 因为就是即使三三等尼 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有一点是比较可能 比如说在真谛 或者是说很扰民 工程 但是都几乎没有人抱怨 因为他们其实很好 像他们讲的 这是带着一种补偿的心态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地区被 在公共预算上被忽略了太久了 所以现在他们整个开发起来是还不错 因为毕竟这个是个大型的国际盛会 各国的选手 还有各国的外交团体 还有文化团体 艺术团体都动起来 毕竟全球这么多人齐聚在那儿 就是要花钱 就是要看活动 所以相关的活动也都会被拉抬 然后更多的促销 挺有听说什么大型的文化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台湾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安排呢 因为我觉得大家讲到巴黎 讲到法国 应该去想到文化 艺文表演 因为法国体局这方面很强 所以巴黎奥运这次又特别强调 软实力的一个发光发热 所以在奥运之外 他们还有设了一个文化奥运 他们会在另一个地方 另一个蛮大的一个场馆 邀请好像可能有近百个国家 就是你有文化实力 文化输出实力的国家 你可以去那个场馆去表演 然后他们会给一个特别的餐位 每一个有来的国家 他们就会有一个餐位 然后会帮他安排四个星期的一个表演 那台湾 台湾的文化其实在这几年 在法国其实也是一直被关注的 光是从前年开始 有好多影展 好多表演活动 都是以台湾作为主题国 这也是跟地缘政治有关 就是台湾在地缘政治上逐渐被看见 那所以台湾绝对会出席这次的文化奥运 就我听说好像是四个礼拜会 每个礼拜都会有好几个团体 然后轮番的表演 那各个国家都会有 所以其实你要是来参加奥运的话 你每天晚上比赛结束 你还有很多文化活动可以参加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盛宴这样 就是不是就跑到这个马黑区 这样喝的烂醉 然后每天早上 可以先去看 可以先去看别人再去喝个烂醉 这都是题外话 因为毕竟给听众朋友 还有观众朋友 一点的一个开始 因为毕竟这个夏天 大家也许规划很多的活动 看起来显然看奥运 还是其中一个大宗 尤其还是 因为各国现在都在进行 选手的选拔 对啊 台湾这边什么选手 有资格了 当然就很开心了 因为可以去比赛了 那前几天我看 这个马克宏去逛 这个新的游泳池 跳水池 对不对 还把人家给吓到了 直接在那个跳水板上就滑倒 对 大家就说他给大家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他本人其实也很 他也很耐心 他就出来说 我失误了 然后而且我说 他就说我人生第一次失误 就失误在这么这么糟糕的 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 然后让大家看 然后他说他就狡猾了一下 为什么法国人都这么幽默 对就很自嘲 觉得还蛮好笑的 因为大家现场就震惊 现在发生什么事 奥运选手 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去Google 只要Google一个 法国跳水选手 就够了 关键字的年代 你只要需要百几个字 你就会看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对啊 节目最后再问你一下 你有你的亲朋好友准备 今年夏天要杀过去 这样子爽看比赛吗 当然有 而且我要讲 我想要稍微提一下 你的家被人家直接来打地铺还是什么样之类的 我妈说要来 我就说你不要来 我会很忙 你觉得没有时间来理他了 到时候 对 我要讲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我身边很多法国 台湾或者是各个国家的朋友 他们都有报名参加志工 OK 对 就是法国 就是这是巴黎奥运 他们就是有一个蛮有蛮友善 也蛮有趣的项目 就是召集志工 然后世界各地的志工 然后他们大概在两三个礼拜前 做了一个志工的欢迎会 也是很大 也是在那个大型场馆中 然后放影片 大家吃吃喝喝很热闹 然后也有一些是 生脏的志工 就我认识一个马来西亚的生脏志工 他也是来 然后就是想要去参加这个奥运 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 法国一直秉持着 就是很开放友善的态度 所以也让大家可以 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这个奥运 就像他们的那个马拉松 他们马拉松也是 开放给所有人参加的 就是他们一直会有一些社会融合的 一个概念在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地方 是啊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哈哈哈哈 好像点击 这种通常都一年前就开始报名了啦 对 然后这边蛮多朋友都有参加 对啦 我那时候看日本也是这样 大概一年前就要报名了 大概 人家在一年前的夏天就开始征选了 不是说想去就去的 要 要经过测试的 还有语言能力啊等等等等 那最后呢 如果有人想在 在七月的尾巴呢 就跑到巴黎去 你觉得有什么事情要注意的 除了 那么这个爬手还是会占 我就刚刚想讲这个 第一个是当然车票嘛 因为车票会涨蛮多的 但我觉得 一开始 一开始法国政府是说 如果你有那个 买那个官赛的票券 就可以免费坐车 但是后来可能觉得算起来不合吧 不合成本 所以就反而是就暴涨了两倍的价格 两到三倍的价格 这个也是被人家诟病的地方 不过当然就是如果是住在这里的人 应该是不会有差 就是如果你买的是月票年票 那是不会有差的 这个就是就是 你要你的口袋要准备好 你这个荷包一定要准备好 因为钱会花不少 第二个就是的确就是刚刚主任讲的 爬手的部分 因为政府虽然说在做危安 但是他们的危安是另一个层面的 是那种大型组织式的攻击 那对于爬手这个 法国政府一直就是抱持着 你自己自求多福的程度 所以饭店啊 东西可能都要锁在保险箱里面 就像我们之前羽球代表队来 我们东西的那个 好像有一位教练的东西也是被偷了 而且在饭店里面 这件事情也是上了法国媒体的 法国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可能因为戴志颖 就他还结了一个戴志颖的图 戴志颖在法国非常红 然后对就是大家就说 你看都已经快到奥运了 然后一个代表队的东西会心里会在 饭店被偷 表示法国就是自然真的很差 大家要注意 所以来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爬手 然后东西要稍微小心一点 然后钱要多带一点 钱要多带一点是的 如果想去那个香榭里社 看一下Louis Vuitton Hermes 你还可以退睡多好 还可以退睡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在做梦你知道吗 欢迎主任来 欢迎主任来 好吧 来人挤人的 是啊热闹一下 毕竟这个大家才被 才被只能摇了一个礼拜 之后去一下这个 这些衰运 然后看一些比较正能量的东西 规划一下今年夏天的旅程 去一趟巴黎绝对不是坏事 但是一定要有准备 好的 非常谢谢廷轩 今天来到特派谈心事 跟我们分享第一手的巴黎奥运 夏天该有的准备 谢谢廷轩 不会不会 谢谢大家 也谢谢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 跟我们分享这一期 拜拜 拜拜